回禀将军 有一个大户严商 迁往别处 然后他将院子 租给本官 收本官 每年五六十两银子 一个州官 在任也就四年 我花那么多钱 买那么大院子做什么 至于那个杯子 杯子 那是花儿在 街边的摊上买来的 就花了五十文银 是将军 将军 您是高雅的京城人士 我 我是乡下的泥腿子 我当时看见 就是觉得漂亮便宜 才买的 我不懂什么汝瑶送瑶 若是真的 那是捡了大陆了 我没品 也不知道那些杯子 值个几斤几两 这审案太麻烦了 老子没这个耐心 跟你们磨磨唧唧 陈天狗 你来跟我说说 这官银到底怎么回事 事成南华 张公子半夜将我从大牢里提出 给了我三百两酷银 让我藏在将军的屋子里 事成之后 不但免了我的罪行 还给我十两银子 做报酬 如若不成 如若不成 他就要将我的母亲和妹妹卖进窑子 小人害怕 就应了 深夜前进将军的房间 索性将军慧眼如电 没让小人酿成大错 小人日后 一定洗心革命 重新做人 在下不知 将军和郡王的身份 你我一见如故 我力邀你们来我家中做客 我怎么忍心害你们呢 陈天狗 你这个惯犯 你出入大牢 就和走自己家门一样 你撒谎成性 我爹之前打过你几板子 给你带过枷锁 你便怀恨在心 现在水患连天 你治了穷心豹子胆了 你竟然盗取观银 把银子藏在外地人住的屋子里 如果没有被发现 你就把银子容了自己用 如果被发现 你就加害于人 在藏于我 将军 郡王爷说您做事太过认真 差不多意思意思就行了 叫您回家早点吃饭 不是叫你小声跟将军说吗 怎么全嚷嚷出来了 审案太麻烦 早就审法了 回去跟我相公吃饭 将军 你就这么走了 火焰望雷声大雨点小 本官巧言吝啬 总算逃过一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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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